这次的三级警戒 要延长至6月28日 要延长至6月28日 听到这大家就知道 想要在6月14日过后 可以自由自在的出门是没希望了 不过大家也不要太灰心 虽然国内三级防疫警戒 确定延长到6月28日 但大家过去做的努力 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 看看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公布国内COVID-19本土确诊个案 执行增211例 跟前几天相比 确诊人数明显变少 虽然个案分布 还是以新北市82例最多 其次为台北市60例 苗栗县45例 但指挥中心近期也有发现 双北和相关热区 目前快塞阳性率都已经降低 双北哪有相关的热区 那其他其实快塞站 其他的阳性率都相对的低 不过今天的死亡人数 似乎还是不太乐观 一共有26人 当中有20位男性 以及6位女性 年龄大多在50多岁到90多岁 死亡日期介于5月31日到6月6日之间 在这之中 有三位个案才检视无症状 甚至有不少是当天确诊 隔天就死亡的个案 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 从5月11号到6月6号的死亡的200多个个案里面 发病两三天内 那就过世的也占了大概三天以内 大概也有18% 宽阳实验室 也加速在对于这些病毒的基因检测 那序列分析再多加快一点 做一点相关的一个探讨 那也是担心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状况 指挥中心也强调 现在面对这种快速死的情况 在医疗量能可以负荷的状况下 会让病人早点到医院做相关监测 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今天新增的确诊和死亡个案 也让国内确诊病例 一共累积11491例 其中本土确诊个案有10290例 死亡个案也达到286例 话说回来大家可要注意 现在国内三级防疫警戒延长到6月28日 之后相关的防疫措施 指挥中心也只会更严格的规范 请大家绷紧身经做好防疫 除了之前就说过的 外出一定要戴口罩 室内室外都不得社交群聚 店家执行实名制 餐饮一律外带等相关规定以外 现在又多了 超商 卖场 超市 以及百货 加强三大管制的措施 包括加强人流管制 现在各家卖场已经明定核心营业时间 并也要求业者必须执行一人一瓶 人多时更要采一进一出的管制措施 我们建议这个卖场以你的瓶数来管控人流 大概一个人要一瓶大小为原则 人流量太大的时候 要安排工作人员采取一进一出的方式来管制人潮 再来是管制出入口 大型百货和卖场必须派员住手门口进行出入口管制 弱势顾客进场进行实联制 量体温 确实戴口罩 并提供顾客酒精消毒 还有各家业者也要严格执行定时清洁消毒 并提高消毒频率 另外因近期医院和肠道机构感染事件 已经请全国医院禁止开放探病 住院病人的陪病者以医人为宪 要等到全国三级警戒降级后 才能放宽相关规范 至于肠道机构除了禁止开放探室以外 一样说非必要性特殊情况 尽量避免住民请假外出 并强化能禁管理 减少不必要的人员进出 降低感染的风险 只是现在不只要做好防疫 加快全民施打疫苗 也必须要兼顾 昨天美方宣布 要捐赠的75万剂疫苗 究竟会何时抵达台湾 指挥中心今天也强调 今天有接到要签约的消息 一切会尽快处理 关于国内疫苗施打的部分 目前也已经确定 首颇7万剂莫德纳疫苗 预计今天完成封建 明天配发到各地 将在周三正式开打 会优先给没打过疫苗的 第一线医护接种